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中國第二季開局 大部分的經貿數據 都是下滑的 北上廣深所謂的一線城市 房價都是下跌的 還有像是中國五月的進口 也下跌了4.5% 以美元季出口轉為同比下降了7.5% 這也跟我在三月份說的差不多 都是映花一現 一二三月份甚至四月份 都只是最後一個轉折點 像是中國在吉利的推 人民幣貿易結算 但人民幣現在來到2023年的新低點 雖然說一些歐洲或是南美洲 有同意用人民幣去做結算 但人家拿到人民幣之後 馬上換成美元 而人家也是確保你的人民幣 必須可以換成美元 才同意弄人民幣結算 所以等於繞來繞去 最後還是要換成美元 所以你又給人家賺了一次手續費 總的來說就是中國賺了面子 可以讓小粉紅高潮 但本質上並沒有幫助到人民幣國際化 日本其實已經漸漸擺脫30年前經歷的經濟泡沫 而中國正在經歷1986年到1991年間的日本 只是目前台灣大部分的媒體跟中國媒體 都沒有過多的去報導 日本漸漸復甦的事實 日本這個國仇佳恨 我怎麼可以說他好呢 對吧 而中國目前的經濟泡沫 會比日本來得嚴重很多 因為中國 地大物博嘛 又是極權國家 他以前那種快速增長 包括人口老化 都會 讓他帶來很嚴重的副作用 那中國各地財政 現在也是每況愈下 就連學校都大漲學費 像是國立黨校之一的 上海華東理工大學 為什麼說他是黨校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簡介 以聖上為核心思想的一個大學 對吧 這所大學他的學費就漲了 百分之五十四趴 來到了七千七百塊人民幣 即將入學的新生學費 也調漲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那上海的電機學院 也漲幅了四十趴 部分的四川高校 漲幅了二十到四十趴之間不等 可是前幾個禮拜 有一個影片讓小粉紅都破防了 那這條影片是採訪一位非洲的留學生 在中國的生活 帶大家稍微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你們二位是來杭州旅遊 還是在這工作的 在這學習 在這學習 您是那個留學生是吧 是吧 那學的什麼專業 土木工廠 那您一個月開銷有多少 一萬八千多 一萬八千 那開銷不低的 你們二位來自哪個國家 港國金 那您覺得中國怎麼樣 中國 很好是吧 好看完這個影片可以發現這個記者 一時之間不知道要怎麼去面對 啊完了 他好像比我 三四個月的薪水還高 我們可以發現 非洲留學生在中國每個月的 費用高達了 七萬七千四百塊人民幣 光只是費用而已 那通常你花到這麼多代表 你一定拿的或是賺的更多對吧 除非你是月光族 結果下面留言區就馬上被一堆人罵 MD的 我幹死幹活都沒一萬八 看看 看看 然後貼個非洲人跟中國女生結婚生小孩的一個 照片 其實問題的本質並不是非洲人 而是中國政府 誰今天跟你說非洲人不能娶中國女生 對吧 你們是把非洲人看得比你們位階還低嗎 不然為什麼人家也是自由戀愛 要被你們這麼如此的討厭 那這個 就是所謂的相對剝奪感 這是誰賦予 這些人 有相對剝奪感 中國政府 也有很多人在說 為什麼我們國家的政策要讓一些非洲國家的學生啊 拿著我們的錢 甚至還有女學伴 免學費 來中國吃香喝辣 最後 娶了中國女生 把中國女生一起帶到非洲 生活 那多少中國人的月薪都沒一萬八 不要說一萬八了 中國國務院的報告 明確寫著 中國月入5000以下的人 佔比90% 像是清華大學的留學生啊 他就資助 外國留學生一年的獎學金高達 20萬人民幣 另外補助一年9.6萬元人民幣的生活費 每個月額外3000元的住房補貼 另外每年3000元的保險補貼 其他學雜費啊全免 另外再贈送一年兩次的往返機票 比如說你今天住在非洲 你住在南非 那我就補出你 從中國飛到南非 兩次的機票 如果說今天中國政府 有好好的補助一些想要讀書 農村地區的孩子 或是貧困地區 留守兒童之類的孩子 你把這些都做好了 那額外的錢 要做這個國際加入的錢 你拿去對外國留學生 來做這個補貼 絕對沒問題 但問題是 如果你連自己國民都照顧不好 而你也沒有花時間去照顧 那你為什麼 把更多的心理跟錢 放在大外宣上呢 不然你看嘛 歐美國家的大學 什麼哈佛啊 歌大 它會像你中國侵華的那個政策一樣嗎 歡迎海外的留學生來讀書 免學費送兩個女學伴 然後我還給你更多的生活費補貼 不會 因為人家不需要這麼做 你就擠破頭的 想要讀歌大 想要讀這個哈佛 想要讀什麼牛津之類的 這個也是趙佳仁最愛的學校 那我看到的是什麼 哈佛在2022年 讓弱勢或是低收入的學生 免學費就可以入學 哈佛一年的學費 少說也7萬多美金以上 那這可都是趙佳仁擠破頭 想讓自己孩子進去的學校 除此之外 中國的股市也不停的跌 互生兩世啊 互生 互就是上海啦 生就是深圳 那生互300指數啊 自1月以來已經下錯了8% 更搞笑的是什麼 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 跑去香港買保險 雖然第一季的香港保費年降有7% 但中國人買香港人壽商品 卻暴增了27倍 天天罵歐美日航台港 卻天天把錢跟孩子 往這些地方送 那最近上海的房價暴跌 尤其是復興中路這個區段 不僅買的價錢跌了 租的價錢也跌了 跟大家科普一下 在資本自由市場 的貿易中啊 雖然中國把這個叫做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但他本質上 是資本 對吧 只是他在中國是一個極權的資本 在這樣的一個 遊戲規則下 房價跌 他是一個結果 那什麼造成房價跌 代表經濟衰敗 經濟不好 並不是中國政府居住正義 所以打房 才讓中國的房價跌 差太多了 這是不同層面 而上海的房價跌 並不代表著 對於一般上班族 我就買得起了 首先房價跌 他是一個結果 往前推 就是經濟不好 經濟不好 那你的收入 會跟著下降 而中國政府的 這三年的各種 倒行逆施 跟政策 不得民心 雖然大家嘴巴上都說愛黨愛國 但都是用腳去投票 在這個投資方面 在這個 論 偷渡走線方面 都是非常誠實的 而這個新加坡 尤其是今年 增加了 非常多 中國富豪 入行 對吧 還有投資 所以中國政府這三年的 倒行逆施 讓很多人 對於中國的未來 是沒有消費 沒有信息 沒有前景 所以減少了很多投資 不敢過多的消費 怕隨時又來個什麼 那我先保留我現在的錢 我不把它拿去 做更多的投資 因為 投資我就套住了 等下中國政府又來了一個什麼 我有多的錢 我可以去買一些什麼 吃的喝的 中國人現在很怕 是不是未來可能 這個特色管理又捲土重來 或者是說 要跟台灣 跟美國打 這個 那我現在多了錢 趕快去買物資 大部分人是 也沒有 多過多的消費慾望 所以中國為什麼會出現 通縮的情況 這也是原因之一啦 所以房價跌了 你的收入也跌了 那你原本三五千塊的工資 房價跌了兩千 跌了三千 然後你的收入跌到剩一千兩千 你買得起嗎 你租得起嗎 那上海的復興中路這裡呢 以前住了非常多的外商家庭 隨著越來越多的外商 牽廠到了越南 東南亞等國 這些外商的家庭 也跟著搬離 那這些房就在這裡空著 我就算銷價 去出租 也是乏人問津 因為即便是砍價了 一般人也住不起 外商家庭 住的 這種房子條件 那這個中國大V 拍了這條影片 在中國的平台上 有一千五百多萬的觀看 結果沒幾天而已 被刪除 下架 並且被中共約他 甚至違反了中國的法律 真的是非常可悲 我們具體看一下 他說了些什麼 最近上海的版主爆跌了吧 我不做豬膩 我都曉得 外國人都走關了呀 以前永汉路 這裡全是外國人 一條路 滿滿的 我跟你講 走這裡你都走不過去 你要把人打開 全是外國人 現在每一個外國人 全是中國人 以前你像這邊明月四季城 那邊佳麗院 貴景院 梧桐花園 裡面租繁殖的 一兩萬兩三萬的 四五萬的 租這些繁殖的 全是外國人 世界五百強的 跨國公司 因為他們都是公司出錢 財大氣出 天天走了呀 這麼多繁殖空不出來 需求沒有出來 沒有新的客戶出來 因為你這空白 所以現在上海的繁殖 他肯定跌的 現在經濟不好 外國人就走了 當然我們不是說 一定要外國人 但沒辦法 上海他本來就是一個 一個開發的城市 那經濟不好 肯定繁殖要跌的呀 各位聰明的小腦袋們 看完他說的這些 請問 他這個行為 在正常的國家 是違法的行為嗎 那即便在中國這樣的一個 不正常的國家來說 你們認為 他做了這個行為 雖然 違反了黨 的 領導 違反了黨的這個 意志 但你覺得 黨這樣判他是合理的嗎 中國根本就沒有法治 都是領導的看法 我們看一下這條影片 中國的趙家人 是怎麼笑話自己的 就是一切 為了人民 一切 依靠人民 收 你修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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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今天 小粉紅 真的都是趙家人 你們這樣 擁護黨 我真的沒話說 但今天你們 不是 當然 小粉紅肯定會說 我求這些外商啊 或是移民 潤的中國人 趕快走 滾越遠越好 這樣我們中國 可以搞內循環 我們中國以後就不怕這個 跟美國 跟台灣 會被制裁 結果沒有人跟我搶 打螺絲 打灰 搬磚 去電子場 去當外賣員 一旦這樣子 我的薪水就會上來了 因為 分餅的人 少了 但事實上 我問一下 這個外商跟移民走的 大部分 都是做這行的人嗎 更多的是 幹這行的老闆 如果不是幹這行的老闆 那也是各行各業的 中上層 階級以上 高端科技產業人士 中小型企業的業主 或是股東 消費能力強的人 他們為中國帶來的財富 帶來的工作機會 跟前景 那現在走了一大半 小粉紅還認為 這是幫助他們 不再捲了 這就跟小粉紅 天真的認為 農夫會跟自己搶糧屎一樣 然後就拍手叫好 讓農夫都滾蛋 農夫都S光光 這樣啦 我就可以吃飽飽 喝飽飽 睡飽飽 對對對 都讓他們滾 讓農館都進來啦 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屎 我是八九下次見啦 掰